那么今天 这个 时代 应光大师交给我们 建小道场 人数不超过二十人 为什么呢 容易维持二十个人 念三个护法 照顾就够了 真实功德 生活能维持了就行了 一行念佛 没有一个不拯救 我想 应光大师这个想法 有来有的 过去 西方确实 里面所记载的 这名妙行菩萨 他们只有十二个人 志同道 在一起念佛 十二个人多 应光大师把他稍微扩大一点 二十个人 不要超过二十人 小道场 小毛棚 外面看起来 不气 人家也不重视你 你就平平安安 老老老实实 念佛 三年五载 过过都往生了 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 真求 而要是有四十个人 就分作两个小道场 六十个人 三个小道场 平时也不需要往来 过人修过人的 大家做比赛 看谁先往生 这个法子好 老活生想的这个方法 值得我们极力提倡 因为现前这个社会 我们要知道 伦体 道德 英国教育 丢失太久了 大家从小没有学过 人多在一起 就很难办 很复杂 人多就复杂了 人越少越好 最重要的 六合经理的头一条 今后通缉 如果不能做到六合经理 就不能有 顶多不超过二十人 少 实在讲 三个五个不少 十个二十个不多 不超过二十个 真感 那如果听今 就一步无量手机 用我们的光碟就够了 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假的 就是一步经 一句佛号 万云放下 那要问的时候 我们这三个根还要不要杂了 不要了 为什么不要 你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 三年已经成佛了 你还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什么人要呢 如果要留在这个世间 弘法立身的人要 他要做出榜样给人看 那就必须要去 不想留在这个世间 一心就往生了 那你就不要 这个不要是什么 有道功界 有定功界 你看你心里的这一句阿弥陀佛 一步无量手机 你所有一切都去做了 三个根都在里头 不在外头 心是阿弥陀佛 你所干的什么事情都是佛事 真正佛事 生活是佛的生活 工作是佛的工作 在人间我 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可是我们也要欢喜 赞叹那些发大菩提心的人 看到这些苦难众生 必须要帮助他 那这些人就不能够赶快求生了 要留在这个世间 照顾大众 多借人几个去 借人越多越好 这是有智慧 有福德 有缘分 你觉得这样做 没有缘分的自利 有缘分的利他 利他不忘记自利 自利也不能忘记利他 随分 随分 随利了 帮助 佛法 常铸世间 常铸世间 代代 有人才 把这个法门 继续传下去 没有人继续传下去 这个法源到我们这就断掉了 我们对不起佛陀 我们也对不起利在祖司 所以佛法的传承是大死 中国古人所谓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了 佛法里 传承是大死 一定要有人传承 传承这个事情 菩萨死也 印光老法师 这是近代的一位祖司 他的知识是非常正确 应当要坚守 小岛长二十个人 普渡终身 现在有办法 不像从前 从前 制度不能利他 现在制度可以利他 我们 我们小毛棚 设个网络 就可以了 我们得修训 我们在一起 学习尖叫 用网络的方法 传播出去 全世界 有缘的众生 来收看你的网络 都是有缘 是既自利了 也利他了 佛法没有办法 如果有电视台欢喜的话 拿到 从网络再转播成电视 那个立业众生就更广了 都是好事情